蘇佳麗我的 Mohandok 吉他enan movimiento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每当黄昏情人这么傻事 像随着一样温柔的落日 小门的故事像一张白痴 其实终还没有开始 每当月亮倒影着星星时 随无水一样过到的几次 想和你分享我的小事 是我对你的爱是 你说我愿意在春天 拥抱着甜点 还会在想念 两天就聊天 如果会有爱就不会受告别 那么无聊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 多希望我们会在春天 一起等春天 还会在夏年 世上有拉远 如果会在 就不想有离别 那么冬天还在等着春天 下次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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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不会在秋天 会受告别 那么冬天我们还会不会再见面 而且我们会在春天 一起等秋千 还会在夏天 世上有拉远 如果会在秋天想有离别 那么冬天还在等着春天 下次再见面 下次再见面 我们会在春天 睡着着春天 再会在秋天 人带着老天 我们会在春天 但在这世间 那么冬天还在春天 回开的思念 围开的思念 围开的思念 围开的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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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拳 感谢赖云 感谢赖美云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各位同学大家好 作为一个在湖南广电战斗了二十多年的一个传媒人 今天能够来到中国传媒大学 能够跟各位同学 尤其是来到我们办下的这个舞台 能够接触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影像作品 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各位同学们晚上好 我是小七来美云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受到少岗老师的邀请来参加办下 因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少岗老师就一直在给我宣传办下 有多么多么多优秀的同学们的作品 所以今天来到现场 也看到了非常优秀的作品和同学们 我感觉到自己非常荣幸 然后现在我也非常荣幸 能够跟张老师一起来颁发这个最佳中学生作品 提到这个最佳的中学生作品呢 其实是我们办下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奖项 每一年的办下 其实每一位大学生都可以怀揣自己的梦想 然后在这个舞台上来展示你们自己的一些 用影像来展示你们自己的思想 但同时呢 这也是一次给到中学生们 用影像去实现梦想的宝贵的机会 没错 年轻朋友们的想法总是非常大胆和有趣 虽然他们现在尚未学习系统的影像理论 也没有接受专业的影像训练 但他们却创作出了非常多优秀的影像作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最佳中学生作品的提名片花 请看大屏幕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几位提名作者吧 他们分别是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吴轩南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魏央 北京十一学校赵文睿 成都市嘉祥外国语学校 城华校区龙子涵 现在关键的环节来了 没错 是的 我来宣布一下 那么获得我们第十八届半夏的纪念 北京国际大学生影像展 最佳中学生作品的是 向月魁 恭喜 少年以自身视角雕琢呈胡同故事 以特有旋律均可成长痕迹 向日魁向着的是太阳 向月魁所向是生活 导演对演员和画面的调度 虽显稚能 但对社会题材别具一格的探索 显示出少年导演难能可贵的 私变深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首先谢谢 恭喜获奖者 感谢颁奖嘉宾 来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